科技部将变成新的国科会 也就是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科技部新春记者会正式宣布 今年部会组织将改组成为 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为行政院辖下负责科技发展计划 主导科技预算 同时身兼管口统筹协调资源分配的角色 新的国科会显然责任更巨大 如果走到国际的时候 新的国科会或者去年 现在的科技部 应该是代表台湾的科技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在做科技的布局 一定是要携手其他部份一起来做 电动车或者是 我刚刚讲这个通讯 机轨通讯卫星 这个几个项目都是 台湾在2030必须要 而且很有机会 可以帮台湾要上国际 科技部去年6月 发布太空发展法 低轨通讯卫星 太空产业无法底定 2022年台湾走向国际 吴振仲认为台湾未来产业发展 不能只靠半导体 五大关键面向 除了半导体之外 太空科技 资安及智慧产业 精准健康量子科技都是重点 最快三月挂牌 就是说科技部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要正式挂牌 还要看行政院通盘考量 那那我说 我能不能许是把科技部转型 精进成新的国科会 那未来的政委跟主委 不一定是我 外传科技部最快三月改制挂牌 就等行政院对外宣布主委人选 改制后的新国科会 也将积极破坏台湾未来二十年 关键科技力 新台医师高建伦沈未同 台湾台北报道